基本上应该是 只有最简单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Police 有一个Text View 就是显示到底是在内部 还是在外部 那刚刚各位有看到 我那个程式里面有个TOS 那是我自己加的 你们考试可以不用加 因为我的习惯是把它TOS出来 看一下我的经纬度 到底是不是正确 那你们到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Debug 那程式的部分的话 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部分呢 打开来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预设 它有给我们哪些东西 有些程式好像已经有了 我们先看Import Import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叫Location的Criterea 这个是去设定它的精确度的部分 它已经帮我们增加进来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Location Location的这个相关讯息 那它预设已经帮我们 在Uncreate这边已经帮我们先 这个定义好宣告好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Streamed Location Provider 预设指什么空字串 那一般讲起来Streamed Location Provider 通常指的就是GPS 所以这个字串里面装的就是GPS 也就是从GPS取得 我现在Location的讯息 另外第二个它已经宣告好一个什么 TestView 然后已经帮我们翻译把ID 所以这个部分你将来程式不需要撰写 然后有个方法 就是GPS Provider 那GPS Provider里面的话也帮我们写好了 这个部分呢就是Creative 它已经帮我们设定好 所以精确度部分呢 你不需要去调整 它自动已经帮我们写好 那我们需要写哪些程式 我想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 完成的这个程式码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一方比较冗长一些一些 实际上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放在云端上面 就是几个地方 第一个框框加上去的地方 还有这个黄色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些程式嘛 全部写完就可以接收了 OK 然后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的 Manifest的部分先设定好 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要如何取得Location的这些 相关的经纬度